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块它是不是到处会有一个Street这样的一个集合吗 对吧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就是我们Street的其中一种用法 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它这个怎么生成的 其实它有一个匹配关系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每一个activity我们是不是都会去配置它呀 在maniface里面 我每个activity我会配置它 那么就拿这个page来说 我给它 它的label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通过label属性来写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label属性 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写死 但我这里没有写死 我写的是什么at符 这个现在我没学过没关系 at符就表示我们这个Street的资源下面的 哪个Street自不穿 哪个Street自不穿 它就会自动的去查找我们这个 这个资源下面的名字相同的它 然后取得它的值显示出来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同理 我们看一下我们昨天的这个例子 color 昨天这个颜色我们是不是动态加载的 对吧 包括这些空间都是动态生成的 就昨天我给大家演示过 那这个颜色还记得吗 我们是把它配在这个 也是配在配置文件里面的 对不对 配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那同一 我能不能稍微改一下它 我举个例子 我把它改到这个上面来 改到这个上面来 那我能不能就把这个地方给它替换掉 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 四股串的方式 这样的来定义的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那这个我就不改了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就大家就知道 我们Android的 那总结一下 就是Android里面 Gin的 我们的主要用处 就干嘛呢 在yourresource里面配置 在yourresource里面配置 这是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再往下 再往下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 说一下我们的date date和time 就是你说这个时间这个东西 Android里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带着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些 我们Android开发的一些日期的空间 这个空间 你今天看我怎么玩就行了 不需要你先掌握 等到时候我们再讲UI这一块的时候 会详细的介绍 那么希望大家带一个问题去跟着听 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我们在做时间 Android里面 做时间显示的时候组件 它没有一个提供 setTime这样类似的一个方法 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去验证 我这个插件总是会 好像就这个插件吧 怎么把它dc不掉 再听一下 F30 继续 那我们继续 下面我们就 既然要谈到我们的data和time 那么这是我们Android里面 典型的一个应用 那么时间和日期 在我们Android里面 主要就是用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 第一是设置时间和日期 第二是显示时间和日期 那你们就会说 桑迪你竟说些大白话 这个我们也知道 对不对 那时间这个东西 不就是设置和显示吗 对不对 是 确实如此 那同样 我还是希望你带了 我刚刚所说的那个问题去 当然它在显示日期的时候 是可以有多种方式 那么既然是这两个功能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Android里一具定 提供了相应的组件 让我们去玩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相应的组件 随便找一个layout 我们先看一下 打开它的一个设计窗底 我们玩点耐热就比较舒服了 玩家吧 玩家吧 玩不惯 点耐热都拖来拖去的 但是还好 现在我们这块也逐渐的会拖来拖去了 一个女生都会编程了 现在拖个空间上来 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在屏幕上要显示的一个按钮 但我们现在不看它 我们现在要看时间相关的 Time and Date 一个是Time Picker 顾名思义了 听这个名字 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含义 就是我们用来设置这个时间 或者设置日期的这样一些空间 这个空间怎么设 我不想做很详细的讲解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例子就行了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空间怎么用 另外 这里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空间 包括最典型的这样一个时钟 这个时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时间的显示的一个闹钟 同时呢 还会有我们的一个数字闹钟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字闹钟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字闹钟 那么说白了就是一个是时音表 一个是电子表 那么这两块 那么这两块它本身是怎么设的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代码 我这里做了一个demo 跟时间相关的 看一下在 好像是在UI组件的这一块 好 这有一个datapicker 这样一个组件的应用 那么这个组件的应用 它的显示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表现退出了 UI base 我们往下面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显示效果 一个是speaker 一个是display 那么我们设一下 就是2011年9月15日的几点几分 当然这个几点几分 你看怎么跟我们对对不上 因为这是模拟器的时间 就是模拟器的时间 咱们不管它 好 我切换一下 你看我每次点过后 它都弹出了这样一个提示 就当前时间是什么时候 当前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么下面这两个都是显示器 都是显示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设置时间的 我们在Java里头 也会用到大量的一些时间 那么首先 我找到当前的这个peaker 给它实力化 实力化了过后 我订一个calendar 来得到 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历 得到一个日历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通过日历的方式 它有一些属性 有一些属性 就能得到它的年月日 那么同时要设定它的一个什么 我为了点了之后 为了点了之后 因为我们的这个 这个data picker 它有个init的方法 就是用来干嘛呢 初始化的时候 给它设定时间点 那么同时呢 我们用了一个事件 就点了过后 就表示日期改变了之后 我们弹出了一些消息 那么所以用了一个设置监听 事件监听 data change了 data change了这样一个监听器 在这个监听器里面 得到最新的时间 并且把它打出来 并且把它打出来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没有关系 这块有很多时间 什么的 都是加上的一些基本内容 我们不需要太去了解它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界面文件上 界面布局文件 我们看一下 这个界面布局文件是谁 是layout view 我们找到它 layout view ok layout view上面 我们放了一个这个 放了一个时间的 这样一个显示组件 名字叫 an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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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ck analog 这其实是一个缩写 它的全称应该是analogic 表示是模拟闹钟的意思 模拟闹钟 那么analogic clock的话 它的名字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就叫analogic clock 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是希望我能够 手动去改变这个闹钟 显示的这个时间 说白了就是 在你们家玩闹钟的时候 我把它调一下 拨一下 对不对 我们来拨一下呢 刚刚那个跑哪去了 这 我们来改一下 直接改一下它这个闹钟 上面的时间 这一步当然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就是找到它的这个界面上的 这个空间的这个实力嘛 那么 那应该用哪个来调呢 我猜啊 按照以前正常情况下 都应该是 什么set 什么什么time啊 这些东西 对不对 set 我们看一下set有什么东西 set animation 点击内容描述 画 focus 下面是坚定器 声音效果 怎么没有我们想要的 大家看 我翻了一遍 都没有什么set time 翻了一遍 都没有什么set time 那怎么办呢 能不能改呢 然后我就去 好 那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不准了 又是一个新空间 我们就拿不准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是你的话 我现在要试 干嘛 对 查一下嘛 去官网查一下嘛 developer to android.com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思路就这样 像我也是 我遇到一些新的语言 遇到新的类的时候 特别新的类的用法的时候 我都喜欢先打点 然后按照我的猜想 因为我们说了 计算机语言跟人类语言 是相通的 对不对 我们能够把计算机语言 翻译成人类语言 也能人类语言翻译成计算机语言 所以很多时候好的命名规则 就是让我们用人类的描述 来进行命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一般像google这些大公司 他们都很规范的 所以一般像到这种情况下 我都会按照 我自己所想的 其实人类语言去搜一下 往往都能搜得到 你想要的方法 往往都能搜得到 就可以直接用 但当出现不了解的情况下 干嘛呢 就去查他的帮助就可以了 那么这网速慢 我也不查了 实际告诉大家 你查不出来 还是找不到方法 还是找不到方法 好 那我还是不甘心 那我就到 那怎么回事呢 我上百度在查上呢 这是你们学习的一种思路 那设个关键词 设置时间 一个都没搜出来 大家看没有 是不是 这我们就觉得 可不很奇怪了 很不可思议了 怎么没有设计时间这块 这个有点像 我们看一下时间和日期 看看他能不能讲 他首先讲了Data Picker Data Picker 你看也是这个 然后模拟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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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我们只是采用 显示 下面是相关的XML 效果图 没有 又没有我们想看的内容 怎么回事 这是很高难的技术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 为什么 为什么没提供这个方法 这个如果你们去看他的 因为这是一个 有个Elem Cloud 本身他有 就是Android的里面 有这些的原代码 你下来你可以去看 他们原代码 你可以看他怎么实现的 这个就深入研究了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这些问题 像我之前也是 就这样遇到问题了 我就干脆去看他原代码 我看他这个里头怎么弄的 怎么 结果发现他原代码里头 搞得最多的是重画 就把这画的很漂亮 在时间内 他直接得了系统时间 那么好 那么为什么没有 没有Set Time呢 原因很简单 你射他干嘛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这是个显示时钟 他的那个东西是要什么呢 是 他是从系统时间里面来进行显示的 对吧 那我们有方法能够让你去设置系统时间 不就行了吗 我让你设置了系统时间之后 它就变了 但你说 不对呀 我在家里有十个闹钟 我喜欢都拨成不同的时间点 这是我们在一间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应用方式 对吧 但在Android里头你有这样的应用价值没有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不同的时期 对 但那还是真实时间 那个是可以实现的 就你摆几个闹钟 不同的时期 大家走的地方不一样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明明都是中国时期 你是有五个闹钟在这 拨成不同的时间点 你都手动给它改成不同的时间段 想一想一个应用价值 是不是没有啊 没有这样的一个应用价值 那没有这个应用价值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不这样做 但是我能不能去改呢 我说我就要用 因为我现在写了一个播闹钟的小游戏 就是要播 对不对 当然可以吧 你继承这个类 重写它 重画它 你去实验你自己的方法 就你到时候你画出来的东西 不是从系统时间得到的 就可以了 这个话题今天我们不深究 话题我们今天不深究 以后我们由浅入深的来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这块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那个电子表也不说了 一样的道理 听明白了吗 提问 OK 那没什么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开始 那么我们下面还剩 还剩这样的几主题 包括我们的 范形 JAL Thread 还有HTTP网络编程 以及IO的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法文的一些操作 这些内容都是相对我们在JAL语言里头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些内容 很多时候我记得包括我之前年轻的时候学JAL或者学其他的面向对象语言的时候 我学会了语法怎么怎么写之后 我发现我已经能写程序了 我就不去学这些高级内容了 因为我发现用不上 我当时最开始写程序的时候可搞笑了 什么什么搞笑呢 我发现接口这个东西没用 就是因为我从来不需要去实现接口 我就用类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大家想象一下 对吧 用接口干嘛呢 所以我当时没搞明白 我说那个时候还很小嘛 也刚编程 我说接口实现出来干嘛用 我就没搞明白 反正我用类全部都写出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注重产品质量 反正就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 就说圣弟你再多教我一点那个Android的里面的高深的这些知识的技巧吧 我说你学了你也写不出好说品 就因为当我不是说一听到我就会这么说 因为他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是这么判断的 然后我说你对别的东西感不兴趣吗 比方说软件工程啊 软件架构啊 设计模式啊 测试啊 你干不干兴趣 我不干兴趣 你知道拿来的一个项目怎么从零开始吗 我不知道 一上来就输于库嘛 对不对 然后 然后他又说 上帝 我觉得你讲的课程挺不错的 还比较讲原理 比较深入 你再多给我讲讲系统移植的课程吧 你再多讲NDK和GNI的课程吧 你给我们讲讲驱动吧 越底层越好 因为我觉得越底层我越有成就感 我就是个真正的程序啊 我就很高深啊 我都可以跟别人去吹 就好像想 我想起以前的程序员对骂 就是 那个 学加瓦的 去骂那些 点耐的 说你们叫什么写程序啊 就达积木 达完了 配都不用配 双积 我们学加瓦的起码还要 所谓的配置之王嘛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这个程序学也可复杂的 要配置 那学C加加的 又对那个学加瓦的 又不屑一顾 你们要算什么 我们直接就底层 我们直接就底层 是 然后他们就讨论 所以 中上所述 C加加 大于 加瓦 加瓦 大于 多奈 所以我们学习 就应该直接学C加加 然后结果很多人就开始 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就有个孩子 我们的同班同学 当时我 我学的很疯狂 因为我课程上 我都不听课的 我的作业上面 全部都是 跟砖头一样 后的英文书 一些英文书 包括我在学MFC 其他那种 他说不行 那个 他说林华太厉害了 但我要比他更厉害 你不能让你一个人嚣张 然后他就去买了一本 那个 Win32编程的API 就是 说白了 就是